對董博在進行這宣佈說 要對對對全國冠手工人的冠詩 全民替曉公所 今天同樣讓自豐 以突散的花農自救回的工人 是由董博頭前去登場 他們要求冠方可以比較來處理 來照顧他們 讓他們代位求償 先含他們三億的貸雄金 自貸費 政府才去向自豐來討 工人真是真極度 甚至跟現有的健康發生衝突 來自豐出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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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十位花農自救回的工人 跟警方無法衝突 後來就是愛魯東部市民大營 合作代位求償 雙懷他們三億的貸雄金 因為做到自豐 惡意突散 很多工人不然沒頭路 貸雄金也沒去 新華和你困境 這原本就是屬於我自己的退休金 到現在還沒有拿到 我希望政府站出來幫我們 先給我們退休金的錢 政府再向那個資房去討錢 花農自救回 自豐 自豐 當年不開始拿拔貸雄金 標理官府的樓下廚也不稍微貸雜 一直到花農百天案不壞 才開花不到六十萬塊 那年關風的發財不健全 沒有申請感到這人 做成花農案跟他親像全國 全國全手工人的案件一樣 看到勞動部三部 對全國全手工人的關係 全民撤過之後 花農自救回要求勞動部 能夠他既然已經升格 他更應該為我們勞工做些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出來代位求償 我想我們會收到各位的這個 這個陳情的意見之後 由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單位 審慎研議之後再跟這個 這就會來聯繫 勞動部這下花農自救回的 頂前回現實又在映義 看來在全國全手工人 正義入部之後 在勞動界已經開始現役效應了 記者 中華報道